今天這台303要發包要烤漆 我有跟那個小師討論過 就是一樣 保險桿一樣 黑的部分就是黑的 外表要保持這個顏色 本來想說齁 把它拋光你知道嗎 一直一直胖胖胖胖胖 不要變得很緊 結果想像中的是不一樣 因為有些地方還是摸不到 所以沒辦法 現在把它拔下來烤漆 這個是小師好不容易在跳的市場 找到了挖到包買回來的 這種老機器就要送到老的車 仿舊形式的新機器 走 切裝起來 它這個就沒有動力方向盤 所以路感非常的明確 而且重手 哇 這爬到坡有點慢 我找到底 二檔找到底了 四檔而已啦 靠一下 我又想要打五檔六檔了 好 我們經過了一番的千辛萬苦 那也把它整理到這個地步 今天這個出來 帶大家兜風一下 最後這台車到底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對啊 那到底怎麼樣 會有人買嗎 我剛剛比較想 小坦幫我們把水管都換掉了 真的喔 目前還沒爆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這台 之前觀眾朋友已經看過的303W 已經完成了 這次的這個東道車業小坦 也幫了很大的忙 因為它幫我們解決掉所有 包含引擎 冷氣 底盤 還幫我們改成了這個 最款的車頭 那內裝的部分 我們也是盡量的回復到它原來的樣子 那 記得喔 下次見 掰掰 好啦 今天要來維修引擎部分 目前就是這樣 這好像已經換過了 喔 換過了 現在要放了 對 我們先把水箱的水放掉 然後等一下來檢查一下 它是不是沒有水 結溫器 水龜 小師哥開的過程中 他覺得水溫異常的低 那通常異常的低 就是結溫器大概被拔掉了 因為鑄鐵引擎本來散熱 就條件比較差 那因為在台北市市區開車停停走走的情況下 它水箱又是小的 所以它最陽春的方式 就是把結溫器拿掉 水龜拔掉 對 水龜拔掉 讓它溫度不要這麼高 對 我們現在 趁現在有時間 我們來煮下午茶 煮烏龜 這個是新的結溫器 7...71度吧 來 日本人 轉出來 這個因為我們雖然是新品 可是有的時候它會有瑕疵 所以我們在安裝過程中 我都會先煮看看它會不會作動 那這個作動它如果水溫到了 它後面這個感應器 它會把這個頂開 頂開之後 對 頂開水就會過 那溫度開始下降的時候 它又慢慢的關起來 對 那我們現在就 煮一下 等一下下午茶 對 我們讓水要滾稍微要一點時間 現在是關的 對 現在是關的 對 有的車不好拆喔 對 就是裝完之後它是壞的 雖然它是新的 可是它做動感應不良 它變成太晚開 然後就變成再拆一次了 那樹立雖然是好拆 可是我們這個步驟還是不能順便 還是要測試一下 對 再拆第二次 就是水香精也浪費掉了 然後 也浪費到客人的時間 嗯 所以我們就是在安裝前 都會先直接做測試 夾起來之後它就會 整個已經打開了 嗯 煮好的 對 煮好的 新鮮的 這個已經 整個已經可以這樣穿過來喔 有喔 整個已經開了 很像這個蛤蟆 對 煮熟了 煮熟了 煮熟了它就打開了 對 可以吃了 來吧 來來來 金剛的來 一人一顆 新鮮的 新鮮的 那我們就趕快放它量一下 然後我們來拆一下水龜 看它那個 是不是真的不見了 好 水已經放完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裡面的水龜是不是真的不在 水要拆這一顆 對 這個 水龜擋在這個裡面 然後我們現在要拆開它 看它是不是不見了 因為水管看起來狀況是還OK啦 那可是實際上我們來猜猜看一下 它裡面是不是已經有很嚴重的結晶物 那如果裡面有很嚴重的結晶物 我就會建議換掉了 換掉 對 因為雖然它捏起來是軟的 可是如果裡面的結晶物太多 會導致你的水道會被堵塞 不順 對 因為這看起來很久沒有拆了 都黏住了 感覺對啊 這有的時候打開 在上面這個塑膠 對 這個鋁料啊 整個會被氧化掉 還好 還好 對 那之前都有整理過了 可是我們在 對 為了要再確保一次 我們重重再來 統統砍掉重鍊 對 應該都有打過腳了 很頑強的水管 嗯 有沒有遇到那種水管一拔起來 斷了 就常常遇到 因為這個是銅的喔 現在車的水箱都是 上蓋都是所謂塑鋼 對 鋁的散熱牌 你不猜沒事喔 你這樣一扭它就斷了 它就斷了 對 然後 客人有的時候不能接手 我原本沒有斷 為什麼你換了水管就斷了 總是有風險 對 所以在修的 維修的過程中 跟客人建立的 良好的關心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對 因為車子通常年紀久了 不管什麼車啦 這些東西不是 不是耗材 就是你不會常常拆到它的 對 它因為有可能一些 時間環境因素 導致它脆化了 對 它脆化因為你不會去動它 它就沒事 然後可能一拆 它就斷光光了 對 尤其是一些塑膠接頭類 本身都好好的 可能扣子你只能按一下 最後只留兩個插頭給你而已 旁邊殼都沒有了 衣服都沒有了 蠻常遇到的 柯P他們在整理車的時候都會 對對對 從這邊看 應該是沒有水龜了 裡面很 你看我們連旗子都可以這樣 真的耶 直接就可以到裡面去了 對 如果你這裡頂到了 就是有水龜卡在裡面 只剩袋子的 對 裡面的東西沒了 我們現在要開始拆開囉 像我們常常拆這種 遇到拆這種水稻的螺絲 它會因為墊片有些滲漏 螺絲牙鏽掉了 一轉就斷了 螺絲就斷在本體裡面了 這台都還算很漂亮 因為它可能之前都有整理過 它應該整理過 對 因為一般這種螺絲 拆下來大概會有三分之一的 這個是在本體裡面 都會有水垢 然後甚至有鏽了 那我們在扭的時候 它螺絲會越轉越緊越緊 它就斷在裡面了 前車主都顧得非常的好 賺到了賺到了 真的 你這台可以省很多錢 對啊 你看它是空的 空的 空的 然後這個節溫器 這個是鋁料 我們很常遇到這種鋁料鎖過頭 水龜裝的過程中它沒有貼好 它就把這個螺絲鎖下去了 這個鋁料就變形了 然後我們有沒有變形 我們等一下跑個平面 就知道它有沒有變形 那如果一旦有變形 那如果一旦有變形 即便我們換了這個 新的這個紫的墊片上去 它還是壓不緊 它還是壓不緊 它會從這個兩側 滲漏 對 就露出來了 我們先把這個 舊的殘膠刮乾淨 因為這種都是紫的墊片 現在都不會有這種 比較少用這種紫的墊 現在都用緬甸膠 就是直接用那種 像細膠的那種紫漏劑 因為這個久了 鋁料都會 多少都會變形 所以我們這個都要處理乾淨 那邊有一層 對 這個就是等一下水龜 水龜的加 水龜就卡在槍袋裡面 所以常常會有 車友自己跌來跌 或者是店家一不注意 水龜放進去掉出來了 然後蓋子就這樣蓋上去 它就壓在這個 對 它就壓在這個邊了 然後就壓變形了 然後怎麼手都漏水 這是剛剛主導的解溫 其實我們拿起來 它回到常溫 它就蓋起來了 對 它就不會像剛剛這樣打開 它已經蓋起來了 那因為這個座 我們剛才有清過了 它應該是要住在這裡的 鑲上去是平的 它就是鑲在那個 對 鑲在這個凹槽裡 那常常都是因為 裝的過程中 因為沒辦法固定 它就這樣 它就掉下來一點點 掉下來它就壓住了 所以那個鑲就會變形了 對 我們先稍微 點一點點膠 讓它可以稍微固定出 然後我們等一下 回來裝的時候 它就不會跑了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要處理那個平面 這個是剛剛拆下來的水龜蓋 那我們一樣 這個上面的殘膠 先把它處理起來 然後這個殘膠處理起來 基本上看起來 這兩面比較亮 這裡比較黑 這裡應該可能就有漏水 然後我們用機器 稍微跑一下平面 就知道了 它這兩邊比較亮 比較亮 比較亮的就是它 比較低 比較低的位置 然後這兩邊比較黑 就是它比較高 所以它壓不到 就這兩邊是壓不到了 其實這樣螺絲只有壓在這裡 就壓在這個位置 壓在這兩個位置 對 所以這裡永遠怎麼弄它 都會漏水 然後墊邊就一個 越換越後越換越後 對啊 所以我們就既然都拆了 就一次整瓶起來 然後整瓶 現在已經磨的 平均都差不多亮了 那剩下比較細的 因為這個整瓶台 只能做粗胚而已 再來就用手磨 這是新的水沙子 對我下面都電玻璃 玻璃比較平整 現在我們磨完了 它整個就是很光亮 對 很平均很光亮 對那這樣子 即便你用 你用免電膠 上都沒有問題 它兩個親密度 是可以打到很好的 那因為我們剛剛那個 落差蠻大的 即便你用膠 它還有可能 因為這裡壓力是不平均的 它就滲出來了 對 好我們現在再換個新的 新的電片上去 那外觀稍微再幫它 用鋼絲輪稍微跑一下 讓它亮一點 好 像譬如說這個 我們現在看 它雖然還是有點殘膠 這個打下去 它有可能都已經氧化掉了 這個麵 其實它有些膠 是我們現在摳不下來的 對 我們用鋼絲輪打下去 就知道它把它還原 它原本這樣子 你看我們把它打完之後 它已經氧化掉了 還對 對那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你水管 在包的過程中 這裡的凹槽 你水管是包不住的 所以它剛剛才會打膠 對 那這一部分其實 這個都還好 因為上膠 都還可以包得住 對 那有的已經凹陷得太嚴重了 那這個水龜蓋 我們就會換掉 換掉 對 那如果要換掉這個新的 大概一個月多少錢 這個新的現在不好買 也不好買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不是耗材 因為還有料買 有料 可是不是很好買 對 因為這種鋁料 其實都用得很久了 那你現在要找到新品 不好找 所以還是要去殺 對 可能就是找堪用的 繼續沿用 它的狀況大概都還有八成 我們就繼續使用吧 好 這個是新的紙墊片 然後我們會先把它黏在這裡 讓它稍微服貼之後再裝上車 是 剛剛我們那個解溫器已經先 稍微讓它固定 它就不會跑了 然後我們再來就 算這個就會好裝多了 皮帶目前沒有拆下來 所以它有的時候會 因為你在晃動的過程中 它就掉出來了 那我們目前水龜就復原完成了 那我們下一步就是 拆氣缸蓋 然後劃耳氣 劃耳氣 對 我們來抓小鳥 好 金剛你知道什麼是小鳥嗎 咬...咬B幹那個 對對對 我們等一下 這次沒有要烤小鳥 沒有要烤小野了 它旁邊有些油漬 我們現在拆之前 要先稍微做一些簡單的清潔 怕到時候拆的過程中 一些粉塵油漬 髒東西就跑到你的 燃燒清門室裡面 炒菜鍋 炒菜鍋 很像 有嗎 很像 很像喔 日都叫便當盒 對 便當盒 我又餓了 今天怎麼都在煮東西 對啊 它功率這麼乾淨 它換過了 它換過了 對 就說這台是個好車 基本上它的硬體的條件 都顧得非常的好 因為通常打開這個 有的黑到 比那個吸塵器的濾網還要誇張 是喔 因為它可以動 所以很多人覺得 就這樣用了 反正它也不換了 不管了 就這樣用 那像這種 如果沒有很髒了 就繼續用 對 就吹一吹 就把它裝回去 那它基本上很乾淨 這個濾網還買得到了 還買得到 太乾淨了吧對不對 你剛剛是不是覺得會很髒 對 我現在想說 它應該有可能很髒 因為通常我遇到10台 大概有8台 都很髒 所以這個車主很顧車啦 基本上一些耗材啊 就是 常態性的耗材 它都有更換 固定去換 對 它固定都有更換 好吧 那我們就不要怪它 開那麼高 沒有 它開得高 是因為它真的是 用愛在維護它 用愛在維護它 真的 那即便我們如果買一個 便宜的車況不好的 你再後續再翻修的條件 都不會太好 那這條管子是 這個是 廢氣回收 就是驅走 西門市上蓋的 廢氣回收 那這個 因為它是92年 它有已經 疫情環保了 所以它多了很多 廢氣管 那這管子都好的 因為很多 這個橡皮管 都會斷頭 它都好好的 對 對 這個是來炒菜 炒菜 金剛上菜 來 拆起來化油器 本尊出現了 本尊是我唯一覺得 這台車有點可惜的 為什麼 它漏油漏的太嚴重了 這些 對 這個都是油垢 你看這個其實它都是 成年的油垢 這個就整個電片 滲漏很久了 那因為化油器的 維修店家其實現在 真的是不多 那因為它又是堪用 它反正它就是 油電油油都可以開嘛 對 那不會影響到外面整個 汽油用滴的 因為視窗都不見了 對啊 它應該這裡有個油面小視窗 你可以看得到裡面 你看我們這樣晃 它可以看得到油 對 有沒有油面在晃 有 對 那我們一開始來的時候 這個視窗已經整個都 都看不見它有視窗了 沒錯 對 那我們大概就化油器一樣拆下來 先整理 然後再重新配噴油嘴 看它裡面的狀況 電片剛剛是在這裡面 對 電片在這個中間 這裡 這邊有一個電片 這邊一塊 這邊有一個電片 這邊有一個電片 那它會弄上來這裡 對 那有可能它因為久了 電片滲漏 然後這個軟木墊 如果它有拆過啊 它就很容易跟水龜蓋一樣 很容易變形 你沒有平均鎖的話 就變形了 鎖越緊肉越大 因為它的鋼 角度不一樣 因為以前的電片的材質 都會做得比較厚 所以有時候我們力道拿捏不好 一鎖一旦鎖過頭 它就變形了 因為精密度沒有這麼高 所以就只能靠厚的電片去填補一些縫隙 這個裡面是個電磁法 那有的時候我們車子發動馬上就熄火 然後油門要一直補著 你放掉它就洗掉 就有可能這個電磁法作動不正常 它就是它裡面有一個油增開關 它沒有辦法跳開 所以油就過不去了 對油就過不去了 這個是Qnew 就是 對 手拉封門的 你拉的時候這樣會關起來 它這樣會關起來 然後我們放開就不會 都要把它拆掉 把它拆掉 對 沒有它應該是這個壓不緊 它把它外面包了一層電磁波 電磁波這樣 所以以前 早期修車 不能說被修壞 只能頭痛一頭腳痛一腳 有什麼臭什麼 已經壓到有點變瘦了 對 那這個夾片啊 這個夾具重新夾過就好了 這個算很好了 真的算很好 我們修到那種以前被 早期被玩甩尾的車 然後現在 再買回來要整理 那個頭都很痛 因為都是因改裝而改裝 然後 很多東西都被破壞了 你就沒辦法復原了 而且現在料也不好找 對主要是 料不好找啦 你看這個從1993年就停產 到現在已經停產了 將近30年 所以 雖然那個時候很多 就是因為很多可能大家都不在意 然後那時候玩甩尾的風氣很盛情的時候 大家都會怕沒有料 每個人都去 材料行挖一點挖一點挖一點 可是因為你不玩的時候 這些多餘的料件就是廢物了 對 他可能就跟著車 放在車上就去報廢了 就一起不見了 對就不見了 所以你要找到 尤其是外觀件 這幾年外觀件缺的很嚴重 幾乎都不太好買 唯一輕輕的是 燈具還有在做外銷 燈具很便宜 其他的小配件真的是不好買 這油門先也斷了 這裡也斷掉了 它應該是這樣一起的 這個 頭脫開了 斷掉了 骨肉分離 好 沒關係這個我們到時候再換新的 對 再換新的就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打開小鳥的家 通常是不好開啦 因為它都有打膠 挖一下 唉唷 要開囉 氣門乾不乾淨 就看這一次囉 機油用得不錯 都亮晶晶的 該亮的都有亮 有耶 有沒有 而且你看以前你上了車 上蓋子打Japan 上Japan 你上然後Japan 以前 芋龍跟Nissan是相輔相成的 所以它有一批引擎 就是原裝的 原裝的模子來 所以它會有一個Nissan 然後一個Japan 賺到了賺到了 Japan 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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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日本原裝的 對 極吸掃 然後呢 上蓋我們一般的 現在都是 橡皮墊 金剛你看 這叫軟 這個是軟木墊 你壓一下看 它是硬的 它已經硬掉了 它已經硬掉了 對 它這個就是軟木墊 因為以前的材質沒有這麼好 我剛才有講嘛 就是它有墊變厚 它的彈性去填骨間隙 對 那這個到時候我們都要換掉 對 都硬掉了 好厚喔 超厚有沒有 它都已經壓到 已經有個變形了 而且是硬的 硬的 都硬的 那真的的話 完整的話 它應該是軟的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這邊 這個螺絲牙鎖到浮起來了 突出來了 那等於是我們現在螺絲 越鎖 它就越壓越緊 然後就把這個圖面頂出來 頂進去 然後那個軟木塞又軟 它就撐開了 油就越露越大了 對 所以到時候我們裝的時候 這個都要板回去 然後從壓 對 等一下我會敲給你看 大了 我們來拆化油器 因為空間作業不大 所以我也是超級小可愛 這麼短 沒有小一隻 有沒有 有 平常的正常尺寸是這樣 對 這個小師 小師哥等一下要虧你 跟泰山的什麼一樣小 跟泰山的這個一樣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如果像這個蓋子沒拿起來 這支工具 進不去的 進得去可是很難調 你看剛好擋住了有沒有 剛好擋住了 對啊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把蓋子打開會比較好調 你看這上面都是成年的油垢 它應該洗乾淨應該它是亮晶晶的 金色的 這個洗要先泡嗎 對我們會先泡過期的汽油 因為我們修很多老車都過期的汽油 先讓它表面先分解掉 我們再來拆開 你一般拆的時候不是都會戴手套嗎 對啊可是因為這個空間太小了 你戴手套會沒有手感 所以我拆細的東西 我就不太喜歡戴手套 手感很重要 對 對它一個不小心 就看到它就掉了 那如果你戴手套有厚度 你就拿捏就不好拿捏 你看 汽油就灑出來了 這個泡到油 沒關係沒關係 對它本來就是可以泡到油的 我通常都會整顆泡 對啊應該是 跟醃肉一樣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拿出去外面 幫它泡 因為這個油汙太重了 所以我們稍微幫它按摩一下 對稍微幫它按摩一下 我們未來等小師哥贊助那個超音波清洗機 我們以後可以來做化油器一系列的清洗 知道小師哥買車的速度 我應該會清到很多化油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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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去跟它要戰術 一下就 對一下就 它稍微 汽油它其實 腐蝕性算很強 因為這個都是油汙 所以汽油是最好清洗的 然後它又不會讓一些橡皮件壞掉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用 會用強酸強鹼的藥水去清洗 可是因為有些比較久了 它咬了之後它會過頭 到時候要把它洗乾淨就很麻煩 因為水可能有些關節會生鏽 所以汽油是應該算我覺得是蠻好用的 因為反正我們很多過期的油品 我們稍微現在洗完 它應該快有它原本的樣子了 有啦 但是還是有些比較難處理的 我們就得再讓它泡一下 稍微刷一下 好 那我們就繼續讓它泡著 來抓小鳥 可是不是要煮它 也不是要吃它 我們把它該有的氣門間隙抓出來 現在每一隻的間隙都會不一樣 現在還沒有在上食點 所以這一缸是壓住的 排氣是壓住 進氣是開的 所以我們要先找到它的 每一缸的上食點 然後來轉曲軸 皮帶盤上面這邊會有一個記號 會有一個凹槽的記號 我們把它點出來 等一下比較好操作 有一個凹凹的 對 一個V1的 對 有一個V1槽 然後因為這邊都每一個有刻度 0 10 20 這個就是它點火的時間 那我們現在就先歸到0的位置 歸到0 對 0的話就是第一缸或第四缸的上食點 它要對 對在0的位置 我們把它先 數字先刷乾淨 因為它油污有點重 到時候我們發動之後 用正式燈去打 看它的點火角度 那因為我們現在 要抓每一缸的位置 我們先抓第一缸 這個缺角的位置 是在0的位置 有可能是第一缸或第四缸 因為它是上下的 現在這個在第一缸 它已經壓得太實了 所以沒有什麼煎氣了 所以就是看看它會不會動 對 因為你如果是像這樣第四缸 它就咬不動了 它是壓住了 那現在這是在第一缸的位置 它這裡是可以動的 那這支就一定可以動 煎氣太小了 那你一旦熱膨脹係數一出來之後 氣門就頂住了 所以你的氣門 是沒有完全蓋起來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抓我們的 進氣跟排氣 那進氣跟排氣的 規格不一樣 有的是音質 有的是美質的 那這兩支 一個是進氣 一個是排氣 你看這個是排氣 排氣我們一般來說 都會抓比較大 它進不去了 它就卡住了 進氣會比較小 進氣也進不去 那我們現在是進氣的位置 它也進不去了 對 它這樣也進不去了 這樣就不對了 那等於是你 車一熱之後它就壓死了 抓這個氣門間一定要冷車 因為你熱的時候金屬會膨脹 所以車子完全放到常溫下 才能做調整 它是要可以輕輕的拉 因為每個人的手感不一樣 所以拉出來的規格 都會有一點點誤差 那我們就盡量抓中間值 也不能讓它太鬆對不對 對 太鬆 你氣門間值的聲音就跑出來 太緊 就是像剛剛那樣就壓住了 你看我們現在 輕輕的放就可以進氣了 然後拉出來是有一點點緊住了 對 它有一點點緊住 然後現在抓進氣 那我剛剛已經把它放鬆 所以現在很鬆 它現在隨便跑都可以拉得動 我可以試一下 好 你來試一下 對 對 它是有一點點 有點卡卡的對不對 對 但是 又不會說拉不動 對 但是進去也滿輕鬆的 對 這個就是正常的間信 然後這是第一缸 然後我們就依序 它會一三四二會擺動 我們再繼續調下一缸 然後通常我們都會看 這個氣門 上下的位置 剛剛是第一缸 那再來就是 第三缸 我們現在是順時鐘 所以它是第二缸 我們要等這一隻下來 它就是 它就是第二缸的點火位置 它間隙都一樣過小 對 都不會動 對 都不會動 你可以搖搖看 間隙非常的小 對 對 都幾乎是壓死了 那這個因為我們剛才轉走 所以這兩隻是壓不動的 調不動嘛 來 我們調完之後 你再感受一下它的間隙 對 都不會動 對 都不會動 就再調下一缸 好 因為我們現在 又回到第四缸 這個氣氧 它又跑出來 就表示我們已經360度 弄一圈了 它就回來到第四缸了 那這個氣氧有可能是第四缸 有可能是第一缸 因為它一叉叉360度 因為二三缸它沒有氣氧 所以就變成要看一四缸 它下壓的位置 那我們剛才抓完第四缸 它第四缸 它第四缸開始往下壓 進氣的時候 就是第三缸上死點 它開始下去了 這隻開得像 這是整個壓死了 這隻進氣還有一點點間氣 排氣整個壓死了 但這個已經完全都壓不動 完全不會動 這缸因為它壓得比較死 它可能有點磨損 所以拉起來有點不是很順 像這樣子的狀況 我們就會稍微調 比原本的那個頸度再緊一點點 然後發動之後再測試 如果聲音沒有叭叭叭很大聲 就是在正常聲音下 我們就這樣 那如果真的調完聲音很大聲 那可能整組 拆起來 然後那個皮密要重新研磨 現在就調整完之後 你拿它看 它這樣間氣就出來了 有喔 對啊 對 因為你剛剛每一缸都壓住了 所以你來的時候 其實引擎狀況聲音是很安靜的 對 可是有一個聲音 就是你在怠速的時候 它會突然會好像 好像穿大皮這樣 嗯 就是氣門沒有辦法完全關閉之後 它早知道它四缸不平 有點像這樣放屁 可是它不是持續性 它是偶爾會這樣 抖一下這樣 通常都是氣門壓太緊 它燃燒效能不好 它就會這個狀況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一開始估的時候 這個氣門應該都要抓了 理論上以這個車況的條件 它不會這樣突然這樣抖一下 好 那我們這個氣門就抓完了 然後我們來處理上蓋剛剛凹 凹掉的地方 好 我找一下一隻五穀雞給你拍 五穀雞 這樣小事哥就很欣慰了 我的膠料這麼乾淨 我的車應該也是五穀雞 這種就是機油不長換 它就變五穀雞了 對 然後因為這種 整個都黑了 對 這我都還沒有洗 然後這裡面都有油道 油道一堵住 這裡有一個小孔 這邊有一個很小的洞 這個很小 對 它只要油道一堵住 這個就這樣 它就卡住了 它油沒辦法很正常的潤滑 這個動作就不正常了 所以油好壞差很多 你油道都很小 一變五穀雞 你的油泥產生過多的時候 它壓力就上不來 你的這個氣門搖桿就容易受傷 那如果它不順暢 會造成它 會造成它異應會越來越嚴重 它會作動不正常 然後在這個平面會打一個凹下去 對 它這邊比較亮 好 然後我們一般抓煎氣的厚薄龜 就是要抓這個面跟氣門的上桌的位置 那因為如果它磨損得太嚴重 我們抓了之後平面而已 中間凹的地方是抓不到的 對 所以就會有誤差值會非常大 對 這裡 對 這裡 誤差就會很大 因為我們那個 破薄龜是平板的 那你是放進去這個面 那因為它已經凹下去了 對 所以我們怎麼抓 就是有抓到這個平面 凹的地方抓不到 對 所以你的潔氣怎麼抓都抓不出來 就會很大 然後有的 治標就是抓緊一點 就是再把你抓緊一點 就是超過它原本的間隙 但是就會 但是你這個膨脹係數一出來之後 氣門就會壓住了 車就會沒力了 哦哦 烏骨機啊 所以小師哥那個是超乾淨的 它那個白斬機 讚 這個烏骨機 我們很多烏骨機喔 我們的手就是 就知道你的業績好不好 手太乾淨 表示你業績不好 最近沒有事情做 對啊 就跟柯P昨天去收車 他一直說 他老婆有時候會 按你的手怎麼那麼乾淨 現在是 沒事行動的嗎 行禮拜啦 因為我們這個敲 它怕它過頭 所以要軟墊 怕它敲瘦長 我們就要靠著 然後我們把它 照它原來的位置 把它釘回去 泰山你們看看 它現在是不是就回去了 哦對 你如果鼓的話 它會把那個軟木塞就撐開了 所以油會越露越大 你會有個凸出來的感覺 現在這邊已經沒有了 四個面六個洞 都這樣 都回去了 嗯 跟剛剛差 差很多啊 對啊 因為其實這個很軟 你只要稍微用力半圈 它這個就凹下去了 再來我們就換新的墊片 這麼多 顏色 嗯 那這個就是有正常副廠 跟原廠 啊原廠是哪裡 原廠的 這個是原廠 原廠的它是黑色 然後是 對 它彈性比較好 嗯 那這種就是外面做的 這個彈性就沒有這麼好 哇 對 這就很像那個軟木塞的材質 對對 它真的是軟木塞啦 它真的是軟木塞 只是它的橡膠材質比較好 那這個就是 這個也是原廠的啦 只是它是後來做的 嗯 材質就沒有像之前老 這個是日本的 這個就比較硬 比較硬 對 那有的因為它也放很久了 所以 還是會硬掉 對 還是會硬掉 因為小師哥要 所以我們給它用原廠的 哦 小師哥的 哈哈哈哈 這一條大概 其實這個很便宜啦 這個原廠的 你只要買得到 一條大概都在 300塊以內 當初買大修包 原廠的大修包 裡面 附贈的 那因為不是每一台 都會換到這個東西 所以就慢慢流流流 流到最後 就剩這一條 只有這一條而已 就剩這一條 就剩這一條而已 對 最後一條了 所以大家要多按讚 分享小師哥的 我們才能繼續 繼續買原廠的料件 然後 然後給小師哥裝 大家也要來坦哥這裡 多多 促進經濟繁榮 對 現在在上膠 對我們稍微打一盆薄薄的膠 讓它稍微固定一下 我們現在在做的 就是文藝復興的開始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稍微把它固定起來 好我們拿螺絲 把它固定起來 很多人都很好奇 是我的螺絲 都沒有掛在上面 因為我們用量很大 節省空間 所以看得到它還剩多少 跟平中性一樣 這樣很方便 要多少套多少 你這個是用鎖的 對 我就用一個帽蓋鎖上去而已 然後又不佔空間 你又可以知道 你的量還剩多少 長什麼樣子 對 小姿勢 以後 各大車常建議使用 因為軟木塞 它這個材質很軟 所以我們都稍微喊住 讓它稍微能夠定型 不然有時候我們蓋上去 它這個邊就 翹起來 對 它可能就這樣跑 就跑掉了 所以我們稍微讓它定型 讓它乾一下 我們再鎖上車 那它是不是還要把它拆開 對 到時候等一下會把它細部分解掉 我們先把外面的油垢先處理乾淨 因為它裡面的朋友嘴的洞很小 只要一點點東西塞住 車就不順了 所以我們拆之前都會先清洗乾淨 對 現在已經開始還原金屬色了 有啊 對啊 有點亮度出來了 我們現在跟那個考古學家一樣 在刷號 對 這個是日立的LOGO ITACHI的 日本原廠 日本的花油器比較少 以前的車種不多 所以它的花油器很多都是共用 就是一個品牌 做不同車自己對應的花油器 哇 像這台車很多日本的東西 對 其實那個時候其實技術合作 大部分的零組件 主要的零組件還是以日本的為主 對 那其他台灣就是組裝而已 組裝 對 所以這個都沒有被拆過 這種最好 這裡有個保險片 如果你的花油器有拆過 這個保險片大概都扣不回去 它是一個彈簧片 拆下來之後這個彈簧片就變形了 對 這個鐵片 這個是 這裡面是長朋友嘴 是高速一個低速 所以這一拆掉它就 對 它就會 它就毀了 就是你也扣不太回去了 扣回去它就會翹起來了 好 所以 後面等一下會拆掉 拆 對 等一下會把它拆掉 它有可能就裝不回去 就敗敗了 對 我們會努力把它裝回去 整形之後把它裝回去 它應該是平的 它應該是直的這樣 全平的 對 因為它這個是加速放 就是它這邊加油門的時候 這個會把油逼進去 所以還是要把它搬 對 所以有時候全部都要 都要把它重新校正 我們現在洗的差不多了啦 就是有一個8、9層的 然後再來就是吹乾 再清洗一次就可以拆開了 嗯 現在要分解化了 對 我們現在要 要把它分解開來 然後這上面有 1、2、3、4、5 這5個螺絲啊 鎖的時候都要平均鎖 不然它這個平面就會翻掉了 對 我們現在先拆 拆是沒有關係 其實就是正常拆 然後這邊有一個 剛剛我們看它有變形的 這個鐵板嘛 我們現在已經把它稍微 搬回去了 對 它是靠彈簧卡 對 它就是一個 我們在加油門的時候 它會把它彈回去 那我們要拆這個 要先把它拖開 先把這個部分先取下來 然後這個裡面 你看它這個螺絲 其實不是全平的 它有一個凹槽 嗯 它就是一個讓你一個活動的關節 它有一個ASOBI 嗯 這樣子壓下去之後 讓你這邊產生一個間隙 嗯 產生一個間隙之後 這個是可以正常活動的 那很多就是拆完之後 這塊就不見了 不然就是這塊不見了 下面還有一個 對 這個是止滑墊片 這個不見了 然後你就會 這個作動就不正常了 它就會卡卡的 所以這個都幾乎是沒有被拆過的 嗯 我拆過很多都掉了 尤其是自己DIY的 那很嚴重的 幾乎每一台都不見 然後這些小配件 一台車就一個嘛 大修包不會有這些配件 大修 這個我們今天用的 這個是小修包 對 只有墊片而已 那大修包 它只有裡面的一些油封 濾網 嗯 耗材 就是大小噴油嘴 嗯 它會有 對 那這個螺絲 這種小東西 它這個彈簧 它是不會附給你的 它都不會附 所以那個不見就是 不見就不見了 換油氣很簡單啦 就是 就是很多車友會想要自己拆 拆完就裝不回去 就問我 欸坦哥 我化油氣怎麼 自己清完之後怪怪的 然後一看 很多小東西都不見了 嗯 然後或者是 它不知道裝哪裡 反正鎖得住就裝了 把車可以拔開來再說 它裡面有四支噴油嘴 嗯 有怠速 低速 高速 中速 對 那才是少裝了一支 可能高速 沒比它車可以發 可是它不會順 因為開到高速的時候 它就公圓要無限大 就是到一個區間 噴油嘴沒辦法噴油了 它變最大的公圓在公 車就 就是所謂我們家的 NO GO掉了 嗯 紅綠燈一提起來就熄火了 嗯 所以化油氣 說精密也不精密 說難也不難 只是很多小細節 嗯 在拆的過程中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要注意一下 最重要的是這幾個螺絲 嗯 鎖的順序很重要 就是平均鎖對角鎖 然後其他的其實就是你拆 拆到一個細部 你就把它拍個照 知道在哪裡 或者是你把它 可能一個磁鐵盤分類 你一你拿下來的順序 叫一二三四擺好 那裝的時候也是一二三四 裝回去 就不會搞亂了 其實它螺絲有長有短 你看其實它是同樣的牙 這一支會特別長 因為它多了一個 喔它多了一個 Qnew的這個座 所以它的螺絲就會比 其他還要長 鎖的時候如果你不注意 你這一支長的 你拿來鎖 鎖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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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通出來了 對那你如果鎖到 像這個座 如果你鎖到這旁邊 它可能就 就過頭了 過頭面就受傷了 對 拆開 浮筒會跟著它一起起來 嗯 浮筒在這裡 浮筒就是這個 對這個浮筒就是 會控制這個油面 嗯 我們這樣放下去的時候 我們剛剛看的油面 就是這個浮筒的高度 那通常這個會在一半的位置 那你在爬坡的時候 重油門它會再多一點點 那如果太低或太高都不行 你大小油門的時候它會濃夠 所以我們這個油面是讓你看 裡面的殘留是正不正常的 這邊有一個 它是有一個卡車要翻過來 它才拿得出來 所以它有一個凹槽 有個凹槽 它有防呆 對上去之後 轉 轉下去 然後我們拿出來就是反下來 反一下 對 對這是防呆 好有氣拆開 你看這店面都已經 不堪使用了 這都已經 爛掉了 爛掉了 對它這邊 這邊就會漏氣了 你等於是這兩個高 高速跟低速 這個低速跟高速的 油露其實已經有點相通了 它都整個都爛掉了 它斷掉了 對 你在台山你拿來看 它也是個軟木塞 它不是紙 它也不是橡膠片 對啊 所以 以前很厲害 什麼都用軟木塞 去填補間隙 我們現在把噴油嘴 這個福銅拿出來 這邊有支油針 這個是油針 對它就是控制福銅的高度 油面倒的時候 它就頂住了 這個油針就整個塞死了 油就進不來了 油就從這邊就進不來了 它這下面有一個濾網 我們等一下把它拆起來 一定清理這樣 我們現在把它拆開 有沒有 這個超小的濾網 這個喔 對 超小 對就是它 然後把它打起來 小師哥不在 不然它又要虧 哈哈哈哈 好 不要再虧了 這麼小 哇 所以你只要一點點油 髒東西下去 它就 過濾不了了 那這個因為你整化一下 細部分解 你才清得到 對啊 要不然你一般清不到 這個就是上半部 上半部其實沒有什麼東西 它就是活動的關鍵 那那個浴網就是 淨油從這邊淨 下半部就很複雜了 這個是剛剛我們 這個加速棒的 位置 嗯 這裡面有個彈簧 這彈簧裡面有一個 小彈珠 不要看它小歸小 它功能很大 它是幹嘛 這顆彈珠你沒有裝 你的油就無限大 跑到化學器裡面去 對它就是這樣 頂住 然後這個加速棒再上來 它是讓它 把油壓住的 不要讓你的油 油跑上來 嗯 所以很多 一拆 彈珠不見了 買不到 削掉 這個化學器就爆銷了 除非你買到大修包 有的日本的大修包 會有這顆小彈珠 那你如果是台灣的大修包 就不會有這顆小彈珠了 啊 是喔 外面找得到這種尺寸嗎 欸找得到 一次可能就一個 piece 就一千顆 嗯 你要用到什麼時候 這裡還有一個小檔珍 就剛剛掉出來 對對 掉出來這個小檔珍 然後這裡 這個都每一個朋友嘴 這裡也有一個朋友嘴 這個是代數的 這裡也有兩個朋友 所以其實拆起來 很多朋友嘴 這裡面也有 這個我們再調開它就壞掉了 對 破壞它 對 因為它裡面是豆糕 就是反向的 所以我們只要一挖出來 它就壞了 它就像一個 反勾的黃鐵 它都變形了 對 你只要一拿下來 它就一定變形 那我們只能稍微整形回去 讓它做一個保險片 讓螺絲比較不會熟 很熟工藝 這個也是 我江湖一點絕 呵呵呵 對 吃驚豔的東西 對 驚豔是用錢買來的 你多猜幾次 猜壞了你就會來找我了 呵呵呵 怕的是猜壞還不是要來找你 就繼續裝它 就是調不順 這個車什麼沒力或幹嘛 什麼問題都出現了 其實都是被修壞 對啊 所以不要嫌人家修車櫃 畫油器大公開 我們第一次拍半星畫油器 又給小師哥了 又給小師哥 這有兩個紅的墊片 紫肉墊片 哇 這個 第一次拆真的沒注意就 對 你一個不注意很多東西 它就不見了 然後因為它長得都很像 所以你可能就 很容易就忽略掉了 所以我們就 拆的時候就先 把它套回去 免得等一下找不到 好來 這個裡面又有噴油嘴 那左右顆大小不一樣 對 它有分號數 一個是 對 一個高數 一個中數 然後一個是高 這顆高數 它是怎麼分 分孔徑 對 孔徑 然後一般我們在作動的時候 它只有這半顆會動 然後你油門開到另外一段的時候 它會去壓迫到這顆 這顆就會開始噴油 那一般我們三分之一油門的時候 它只有這半部在噴 就是低速代速跟中速油路在噴 你才開始加到這一段的時候 它才會噴 對 它這個 胖油嘴才會開始噴 然後這個加速棒 跟它這顆就會強制它進油 嗯 它就這樣 第一段 第二段 對 然後它噴油嘴的耗數 一個96 一個140 很多人看起來是醫治對不對 嗯 可是因為我們醫治 有時候這個頭太大 你會下不去 對 這個面太尖 你在轉的過程中 那個銅料會受傷 所以我們後來都 所以我們後來都 對 我們自己做了一支特工 就是 啊 這是自己做的 對 這是螺絲切的 哇 用螺絲切 然後跟他朋友嘴 後頭子一樣 然後就這樣 放進去 嗯 你對到它 就可以了 然後就直接轉就出來了 不然你起子一下去 它就 它就受傷了 你就磨損 對 那個邊 因為銅料很軟 常常就是你 用力過度 它就 它就受傷了 這個是中速的 它上面都會有 噴油嘴的耗數 這個是96 然後高速是140 這是標準1200的化油器 那我們有時候 因為車子會彈鋼 或者是說 它今天可能 要擴鋼 壓縮比變高之後 我們就會去動到 這個噴油嘴 把它加搭 嗯 油耗會變重 可是相對的 因為油量大的 車子會變得很有力 小吃哥要改嗎 要改噴油嘴嗎 給它改下去就對了 小吃哥的車不能漏開 對啊 給它改下去 這個高速就是140 嗯 它上面其實 對 上面都有 它每一個 每一個上面都有料 這裡也有朋友 這裡也有朋友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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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不是超多朋友嘴 有五個 對 你一搞錯就 就亂掉了 這個油嘴比較特殊 它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擋的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像彈簧的擋珠 嗯 這個因為我們有時候 拆子這樣 其實這樣加下去 它會把它 它會受傷 嗯 所以我們會 又做了一支 有凹槽的 哈哈 這個是你自己做 對 就是 要看 放進去它就不會頂到它 就剛好 對 剛好 不會把它頂到底 你看這個都鬆的 這就不正常了 這樣就漏油了 我剛剛工具還沒處理 它就鬆掉了 它可能久了 正正正正鬆掉了 它就會漏油 你看每一個油嘴 它都有一個銅片墊片 嗯 這個是帶出油路 這邊有一個 非常非常小的洞 非常小 這裡 有一個非常小的油洞 對 它從這邊進去之後 它從這裡出來 嗯 超級小 這裡一堵住 你的封門就調不太出來了 我看 這個 這怎麼清 對 這個就 這堵住要怎麼清 氣槍清 然後 這個堵住通常 大概就沒用了 就沒用了 對 現在 噴油嘴都拆起來 那我們要用氣槍 把每一個 油路的嘴 都用氣槍稍微灌一次 其實它裡面還是滿臟的啦 就是 你看這下面 其實還是有一些油泥 嗯 對 對 這邊有點 那氣槍真的 超級吹一次 就可能到時候拍 放的時候變快轉 兜兜兜 這麥味很冷藏 我們現在每一顆 把它吹完之後就把它裝回去 對啊 剛剛說要幫小石哥加大對不對 每個都要改一下 好 我來翻一下保障 每個都要改一下 對 每個都要改一下 低速跟帶速這一部分是不動的 那低速大概在40左右而已 那你中速大概就是40到80之間 那你再上去可能就會踩到高速油路 那我們就動這兩顆 給小石哥開開看有沒有變厲害 好啊 96 我們直接把它升級到99 這個是中速的 差一點點就 對 差一點點你就會差很多了 就會差很多了 對 差一點點就差很多了 然後高速 高速我們再找一顆 高速要換這個是140 140可以升級到 這顆170這個下去應該 應該會很耗油 其實沒差啦 這種車耗油就不在乎了 下去應該會就有點貼背感 一次從140跳到170 好吧 小石哥 我140標準的很多 我直接幫你升級到170好了 170 170喔 如果你覺得耗油記得來找我 把它換下來 把它換回來 然後我們剛剛板金的這一塊 對 板金的這一塊再把它裝回去 剛剛那隻頂針 它就是住在這裡的 很重要的小彈珠 它有自己一個家 然後這個彈簧有兩個面是不一樣的 一個就是要卡彈珠的 所以它多一個U型的 對 它是讓你卡彈珠不要跑 這邊就沒有了 就是這樣下去 我們剛剛有拿出來這個很小的 濾網 對 這個濾網會附新的嗎 還是它不是 不會 這個只有大修包會附新的濾網 我們一般不會有新的濾網 我們先把它煮起來 之後再把它放到這個洞裡 平面有點變形了 你看它 對 有個空隙 有沒有 有一個空隙 嗯 就是這個螺絲跟這裡螺絲 它鎖過頭了 嗯 拋下去了 所以這裡就不夠了 對 有沒有 像 對 有空隙 很大一個空隙 我看到了 對 所以這個都要板 你不板回來 我們鎖的時候 還一樣會從這裡漏 還是會漏油 對 還是會漏油 這個要怎麼板啊 用敲的嗎 對 這個就要花一點時間 這樣就看得出來 它其實落差蠻大的 嗯 這邊是熬的 嗯 對 對不對 這樣就很明顯了 對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面板回來 這兩個螺絲孔要往上敲 嗯 這裡就會回來了 嗯 這邊就 這邊就稍微回來一點了 嗯 風就 對 沒有那麼沒有那麼大 因為這個 這種叫按鈕 這個鋁料其實很軟 嗯 只要跟鎖一點點過頭 它就變形了 嗯 但是這邊還是 對 還是不夠 因為這邊回來了嘛 就這邊還差一點點 因為它這個鎖的 變形得有一點點嚴重 稍微板過之後 嗯 整個 整個縫隙變很小 對 它這樣就比較不會漏油 所以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說 這五個螺絲 不能 不能鎖過頭 然後一定要平均鎖 你只要單一顆鎖下去 它就 一般我們就要鎬鎬 它就變形了 對 然後這種紫墊片 它的潤距又很大 嗯 所以你只要一旦漏油 就是越鎖越緊之後 它油就越漏越大 好 那我們現在這邊就 整形完了 我們要把它的一個歸位 剛剛就是清過的濾網 它是在 浮通的這個位置 然後這個剛剛的油蒸 我們這個油蒸要把它放到這個凹槽裡 放進這個凹槽裡 然後這個 串子就把它串進去 我們現在如果反過來 它是這樣空的 對 它這樣是空的 那你有一旦進來 它現在油蒸是打開的 所以油會一直進來 進來進來 然後它 它到這個位置 它就頂住了 嗯 最後油就不給它進來了 那如果油面過高或過低 調整這個浮通就一樣 就是其實跟我們馬桶那個水翔的那個 浮球原理是一樣的 就是你沒有油它放油 那你油油它就頂住了 頂住 對 好 我們現在開修禮包 它就是一個這樣子的甜點包 那我們剛剛一開始打開的時候是 它這邊已經斷掉了 對 那個舊的是這邊已經斷掉了 對 這個嗎 對 中間斷 它兩邊它就會 油漆就會跑進去了 然後我們現在 剛剛那個防呆的結合在一起 好 轉過來 那個加速棒的油風 剛剛往前放回去 這個橡皮會不會容易破 會 這個其實蠻容易破的 因為這個狀況都很好 還是軟的 很多都是破了灰塵就進去了 然後我們現在看中間那個墊片 剛剛那個中間墊片 它現在就是有正確壓在那個位置上 這個 中間這個墊片 它就有正確壓在它的位置上 然後我們就把螺絲孔都置中 位置置中之後 再鎖 就可以鎖了 我們鎖的時候一樣 剛剛有一個架子 它是原本在這裡嘛 然後這個在這裡 所以有一根螺絲特別長 對 我們如果怕忘了 就先把它拿出來 先把它記著 然後這四隻就沒有關係 這四隻都是一樣長的 然後我們就依序把它裝上去 你看它其實我們螺絲上去 它這個墊片還是會跑 對啊 它墊片其實還是會跑 所以我們在鎖的時候 就可以稍微讓它平均上去 把它壓進去 然後含住平均鎖 然後再對角鎖 然後這種都是我們一般 就是吹到一個緊就好了 不要硬鎖 不要硬鎖 對 就是緊就好了 然後 不然剛就白敲 對 剛就白敲 對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彈簧 對 那因為這個彈簧早期用的都比較緊 所以我現在都會換一個比較軟的彈簧 嗯 你油門踩起來就不會這麼重腳 所以踩起來重是因為這個 對 因為彈簧的彈力太強了 它像這樣子彈力就不會這麼緊了 嗯 這樣 來 我們現在看它這個裝完之後 它一樣兩段油路都可以開了 嗯 魔鬼都在細節裡 那個噴油嘴已經夾大了 我們帶到之後全部弄完之後 再來找小師哥試車 試車 對 這裡還有兩個墊片 因為拆的過程中 這兩個墊片是完好的 嗯 那其實我們 有 也可以換 可是我通常 如果這個墊片沒有破 我是不會拆它 因為這個墊片 會吻合你原來車上的位置 你就不需要很大力的鎖 因為這個是膠木墊 嗯 膠木墊它很容易鎖破掉 嗯 一旦我們今天換了這個新的墊片上去之後 因為施力位置不對 為了要讓它吻合 所以它沒有破我就不會去拆它了 哦 所以我們大概就上一點薄的膠 讓它氣密稍微好一點 嗯 就上去了 很多這個 這個一鎖破就漏氣 而且你看不到哦 它一旦漏氣 你的封門就調不出來了 很難抓到問題 因為它可能破的洞很小 對看不到 好 我們現在就把花油器裝回去 這根鐵餅這個是冷氣的提速器就是這個 就是你如果開冷氣它會受真空 它會去勾它 嗯 所以這個裝的時候這個要小心 不要去弄到它 就是靠在上面 就是這樣 然後你一旦開冷氣它就 這個會吸 往上吸它就去勾你的油門 車子就會提速了 嗯 難怪開冷氣會比較耗油 那我們化油器就 就先固定完之後 這個油管我覺得應該要換了 這個 對 它有一點點斑駁了 然後可能有點裂 我們就都 既然拆了就把它都換掉了 換掉 對 兩個新的管束 全部把它更新 好 然後封門線 我們說要板金它嘛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它差多少 它實在有點太細了 它原來有這麼細嗎 沒有 原來應該這麼粗 所以它那個一勾就勾住了 好 化油器裝完了 那我這個蓋子就可以蓋回去了 對 那我們剛剛已經先把它稍微固定了 我們把它蓋子拿來用 然後再把它管子裝回去 這條真空管為什麼說很重要 這條真空管它是從節流閥過來 後的一個 節流閥開啟之後 它會產生一個真空提速 這個提速是給分電盤告知你要 我現在油門已經加大了 對 分電盤的角度要提前 這種不像現在的是 電腦去控制你電火角度提前 它是靠磨片式 所以你只要這個磨片破了 你就會漏真空了 漏真空你的封門就調不出來了 然後再來是你的 二次油門在 加速的表現上 因為電火角度沒辦法提前 它車子會產生頓挫感 即便它磨片破了 你車子還是可以拔還是可以開 只是二次油門 或者是上坡起步的時候 你可能會頓挫會很明顯 那油耗表現就會差一點 我們要為了要 試這個我們要先把蓋子拆開 這個分電盤的外蓋先拆開 它這邊吸這個會這樣扭 可是要離心 我們現在模擬 我用嘴巴吸喔 這顆會跑 像我們現在模擬 它油門開始加 它這角度就會變大 然後放掉 這個磨片就是好的 對 那如果你今天漏氣 這個我這邊吸 這支頂針不會跑 它的點火角度就不會改變 車就會變很好油 又賺到了 又賺到了 這支分電盤不便宜 小四哥你又賺到一支包 我真的超多屍體的 那它這個真的 買不到了 買不到 那個磨片已經買不到了 然後很多都是翻修件 就是好的拼成一起 像我自己很多壞掉的分電盤 其實我都不太會把它丟掉 以前的零組件是可以拆散 獨立拆出來 拼成一個完整的產品 那現在都是模組件都是壓死的 你想要修 或是想要拆你都沒有辦法拆 對 所以這個要找到好的 其實真的很難 然後 如果又是玉龍正常的 因為玉龍正常它有一個叫四銀電機 一個叫做 呃 跆拳 那四銀電機的品質又比跆拳來要好很多 對 這個是四銀電機的 讚 賺到了 賺到了賺到了 省多少錢 這台真的是它可以省很多錢 我幾乎每一台來這個都壞 每一台都壞 這正常一顆是多少錢 新的一顆要六千多吧 哇 然後整理的一顆也要兩千多 全新正常件 現在夢幻異品了 真的真的 有沒有 不要再說我們買太貴 你猜什麼都出來了 對 魔鬼都在細節裡 好 那我們今天 這一部分的翻修就到這樣子了 那再來就是 正油門線 然後我們再找時間來替換 然後一些底盤 跟車頭部分的要怎麼修 我們再跟小師哥討論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記得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Yeah